你有多贝多 你的人生就有多贝多 贝多的人生啊 永远是过不好的 大多数人都希望被客户啊 被呵护 大多数人希望 自己被关注 渴望被关注 大部分人在等待更好的未来 希望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大部分人希望 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 但是如果说你不准 去变好 而去等待更好的未来 那是不屑实的 如果你自己不站在什么 舞台上 永远没有人去关注你 自媒体时代 实际大部分人 首先要说说自己的现状 有机会的话 说说别人的现状 实际 哪个时代都应该什么 为自己发声 为自己发声 不要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声 是为了自己而发声 这是必然的 你不追求幸福 幸福就不会到你身边来 被选择 被动的人生 不管你怎么过 都不会变好 就要把落上很多人 谈婚姻这个问题 不管是结婚的 还是没结婚的 都谈婚姻 婚姻是你自己的事吧 你自己如果不想变好 你不去主动去变好 你永远在抱怨 你永远要不再走在抱怨的路上 就我们一节后 我很少去谈婚姻 怎么样怎么样 很少去谈 因为谈这个没有意义 你抱怨的是你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 我很少 很少抱怨这样的事 这样的事没有太大的 实在的意义 也就像狗打架了 就像狗打架了 能吸引一点 泰克的什么 关注 然后呢 潮时间发表负面 潮时间抬论负面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也会变得负面 这是很正常的 是不是 有很多人会说 谁都不想被动 但是人生似乎没有选择 有很多人这么说 说自己争不过 只能被斗的任命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 要什么 要与自己的人生和解 要与自己的人生和解 不做无意义的 什么 比较 不做无意义的抱怨 甚至什么 不做无意义的幻想 主动去改变点什么 主动去改变点什么 首先从自己出发 主动去改变一点什么 对不对 对另一半的态度也好 对自己孩子的什么 态度也好 去主动改变一点什么 甚至对陌生人的一点 关心 关注 关爱 等等 都是 人活着 至少主动去改变一点什么 也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吧 活着的意义 不仅仅是 为了吃口饭 是不是 人最大的需求 真的还是什么 情感的需求 人最大的需求 真的还是情感的需求 要不然 为什么 很多人穷的 接不开过了 还去关心 别人的事 要不然为什么 很多人穷的 接不开过了 还要关心别人的事 他真的嫌 嫌得慌吗 他要找学义的认同 找学义的情感需求 就叫读书这件事 读书这件事 大部分人是被动的 如果 如果读书能什么 能 如果不读书 能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 很多人 宁愿把书扔了 真的 大部分人 如果读书 不能 能 通过不读书 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 很多人宁愿把书扔了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 中学的 或者高中的 一得到毕业以后吧 就各种疯狂 失书 是不是 失了 失个粉碎 扔了 扔了 或者是什么 烧了 等等 一系列的 多余的动作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真的 你痛恨的 不是书 而是痛恨的是 自己的人生 现在很多人 很多 初中学的 或者是高中的 一毕业以后 很多人 或者是考完大学以后 是不是 高考完以后 就什么 失书 扔书 实际上 你在痛恨的 痛恨自己的人生 你痛恨自己的人生 你的人生怎么会幸福 同样 你诅咒自己的婚姻 你的婚姻怎么会幸福 你诅咒自己的工作 你的工作怎么会幸福 先去什么 先去什么 永远要想着 从什么 现实里边找寻 这个什么 现实的光明的一面 而不仅仅只是看到什么 黑暗的一面 不要自比于卢秀 不要做 不要自比于卢秀 卢秀 是不是 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 我们大部分人做不到 作为一个普通人 还是什么 现实一点 作为一个普通人 还是现实一点 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 去找探寻 积极的什么 意义 去找寻那些 对自己有 积极影响的 什么 这是特别重要的 经常什么 关注这个世界的黑暗面 人会特别容易 什么 抑郁 人会特别容易 抑郁 经常关注这个世界的 什么 黑暗面 人会特别容易 抑郁 我们大部分人 什么 精神没有强大到 可以抵御这个世界的黑暗 为什么这个时代 很多人什么 颓废 很多人特别伤 是因为 这个时代 信息太发达了 发达到什么 我们太多人 关注了什么 这个世界的黑暗面 但是自己又无能为力 我们人对于 无能为力的事 有一种特别重的 特别强的挫败性 很多人对自己 无能为力的事 有一种特别强的挫败性 而这种特别强的挫败性 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 人就会抑郁 所以什么 人要主动一点 去规避 对不对 现实 有黑 有黑暗 就有光明 是不是 现实有黑暗 就有光明 有白天 就有 什么 夜晚 有阴间 就有雨天 有晴间 就有雨天 是不是 要想清楚了 对不对 冲下 求通 各不妥 冲下 求通 各不妥 这个现实更是这样 你不要去什么 让一种认知 束缚自己 外在都是什么 冲下秋冬 季节 变换 轮回不止 更别说 人生了 所以什么 要主动一点 主动去探寻 这个世界的什么 光明的一面 黑暗的一面 交给少部分人 去探寻就行了 黑暗的一面 交给少部分人 探寻就行了 我们大部分人要 必然要走向光明的 我们大部分人 必然要走向光明的 那些黑暗面 让少部分人去干 就OK了 为什么这个时代 越来越多了立体 就是因为太多人 什么 对于一些 现实的什么 黑暗面 了解太多了 有自己无能为力 所以什么 这种负面情绪会累积 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人首先要改变自己 主动去探寻 这个世界的光明一面 为自己 为自己的家庭 甚至为了孩子 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去探寻他 而不是去诅咒他 去抱怨他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 讨厌婚姻 是因为太多负面的东西 让别人有一种什么 害怕 不敢走入他 因为害怕 因为这个时代 大多数人 对婚姻的解释是负面的 所以大部分人 害怕他 不仅仅是因为 高房价的原因 高差利的原因 就会有点儿子 对 不仅仅是负面的 有点儿子 不仅仅是负面的 有点儿子 对 不仅仅是负面的 有点儿子